crabs 词曲 曲 冰冷 词曲 冰冷 记者 冰冷 我们到酒店啦 嗨 妈咪 好קot 你能看到有点累 这里有不同的小狗狗 这个狗好可爱哦 对啊 每月第一件事情先 穿上我的球鞋去健身 鞋带掉了 然后你们看旁边这个小狗狗超可爱的 这家酒店是我第一次住 Let's go 这边 我们看这个装水的好可爱 然后这间酒店都是这种彩绘的风格 看这个壁上面也是 看我单手 看 Cheers 今天就做了一个椭圆椅半小时差不多 然后我来纽约的行程 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定的行程 明天有一天工作 然后后面五天基本上就是比较自由活动 好那现在因为已经十点晚上十点半了 所以我就快快健身一下就 回房睡觉 开始吧 这怎么start ok go 我刚刚敷上面膜 然后准备躺一躺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酒店 超级可爱 它连床都是有一点 可爱的那种绘画的感觉 然后这里有小星星 就走一个比较温馨的路 然后刚刚把我的小床头摆好了 一个小毛巾 一个首饰盒 然后跟我的水晶们 就是我的手表盒跟耳机 还有水水 然后all set可以睡觉啦 早安 现在是早上的 应该是五点多 还不到六点 然后我超级饿 不知道 应该怎么办 我刚点开了外卖看了你 但是酒店也有早餐 我本来是想说七点起床 然后去 跑步一会儿 跑步跑个半小时 四十分钟 然后到酒店的那个 早餐去吃一吃 八点四十出门 给我现在太糟心了 我就有点不知所措 感觉就是真的睡不着了 想想看 想想看应该干嘛 准备下楼运动了 好想把昨天晚上 重过了一次 嘿嘿 欢迎 看里面有没有人 没有 我运动完了 然后 准备到大堂吃点早餐 今天下雨呢 然后感觉天气阴阴阴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吃饭的小桌子 这个酒店真的很可爱 你看这个小灯 还有很多很多关于动物的一些话 我背后还有这样子的小变化 就是很 有点像家的感觉它的装饰 这也是吃的 有优格 然后跟水果 薄 薄 然后这里是 面包 燕麦 奶坚果什么的 cupcakes croissant 漂亮的水果 现在18点45 我准备出门工作了 刚洗个头 没吹得很干 嗯 嗯 工作顺利耶 完了 现在是差不多3点50集 我刚刚看的时候 然后 我已经收工了 今天 拍的还挺顺利的 反正 大家都 人挺好 说到一些小礼物 等一下晚点就准备逛逛吃点东西 然后晚上要去 看 演奏会 然后你们看我就第三个 耳洞不刚打的嘛 但是 就要把耳洞戴掉 所以现在有点点小红红 刚回去戴上 不然就合起来了 好啦反正工作很顺利 我就开心了 等会见 拜拜 我们到了 这是我们今天要逛的第一家店 可能也是最后一家 要不要 时间 叹叹 叹 看这个很好看 你认为我应该得到吗 我不知道 看到价格 嗨 好啦帮我拿一下这个sandwich 上面这个 我刚刚点了一个 Turkey Sandwich 除了今天早上 那个早餐以外 还没有来得及吃饭 现在才六点多 然后七点半 开七点处 我工作完还好回去换个衣服 然后才去逛街 不然太casual了 可能 这个Lincoln Center旁边就是Julliard 我曾经也来audition过的学校 还audition了两次 第一次后来去了Curtis 第二次去了Berkeley 所以跟纽约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缘分 我觉得纽约 一直也让我比较紧张 就是是一个节奏比较快的城市 不像巴森或者是Seldafia 不停七点半了 准备看约会 人超级多 好啦我们到酒店了 今天就这样结束了 太困了我们俩都惧困 因为时差 好啦 goodnight 早安 现在早上八点多 然后我起来了 但妈妈还没起来 所以我就忍不住先上来吃早餐 我点了一个 这不是点 这是拿了一个这个 酸奶碗 然后今天想想我准备点什么 我有一点想吃Bagel 这个豆真的比较严重 哇 上上来是这个样子 我点了Bagel 很烫 然后Avocado 我没想到它的洋葱会是生的 然后这个柠檬应该是挤在熊鲑鱼上 哇今天天气很好耶 早上还没有那么阳光明媚 现在要出发啦 今天的行程就是 现在先去逛一逛街 然后12点半 然后出发去试琴 今天要试好多好多的琴 然后晚上要跟梁叔叔梁阿姨吃个饭 没有去 她常常就吃音乐家里面 但是这个 又到了早餐时间 嗨妈咪 嗨Clean 今天我们点了一个这个 然后又share了另外一个French toast 我们吃完早餐之后就昏睡 昏睡到现在已经中午12点了 然后今天的schedule就是逛街 然后去看个展 晚上跟我之前的一个好朋友吃晚饭 今天的天气 没有昨天那么好耶 但是 它就有个蓝天吧 然后今天的outfit 就是一个中色的带衣 然后还有一个高绫毛 这个黑色的小裙子 还有一个牛仔靴 干杯 今天点了我吃 我们在逛街 然后偶遇了一个这个 叫什么 大头天 这是一家卖vintage的店 还挺可爱的 它这个就是整个 洗衣店那个转轴 就很方便找衣服 然后刚刚已经 买了 我的小东西 它那个美也有点酷 我觉得纽约还是挺美的 嗨妈 我不知道是我整趟旅行的这个 芋涌神奇 我刚逛完这两家vintage店 然后各在每一家店买了一个单饼 然后 这边右转应该就是第五大道 它一整条都是逛街 但是我们现在准备去看一个展 所以就 暂停一下我们的逛街计划 现在是晚上吃多 然后来吃晚餐了 我觉得好奇怪 是外国人介绍人 日料 就感觉不太习惯 吃完饭回来了 然后准备 给你们看一下今天买的东西 其实就在两家vintage店 然后我第一家去的是这个 就是那个 Sera空买上 然后买了 它里面其实还挺薄 衣服 但我觉得大多数还是比较成熟 然后我买了一件这样子的皮 还挺可爱 是那个Betty的那个皮 就是那种机车夹克 还是这样 而且它比较oversize 就是我喜欢的那种感觉 然后背后就这样 然后逛了第二家店 买了一个小包 这家店叫treasures of New York City 我觉得家店真的特别好 因为它整个服务做得很到位 是一个 那价格算 性价比我觉得还挺高的 就是挺复古的感觉 然后这就是今天的两个战利品 下午就去了那个 Betty Museum和Murglar的 展 然后我就买了两本它的书 然后买了两个小狗狗玩具 我想就回去给Honey 一个是cheese 然后这个应该是prezzel 但我买回来之后发现它长得有点像 其他东西 是不是 然后会不会就长得有点像石 对耶 这是什么啊 它是prezzel你知道吗 还是那个饼干 这本呢 应该就是它所有的 也不是所有吧 应该就是它的 笔服 然后和一些服装的合集 然后这本的话就是它的 作品 相片的作品 我觉得既然看到它的展 我觉得可以收藏它的书 会去好好读一下 因为真的是一个 传奇人物 然后我很开心的是 它给我了一个 Vergio的展的 纸带 但是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来得及去看Vergio那个展 我想说 后面两天有时间还可以再去 好了 那就是今天买的一些小东西 因为来的 今天是来的第三天 然后真的很困 就到一到晚上七八点就困得不行 像喝了酒一样的微醺 所以现在虽然也没那么晚 但就好困 每天早上就九点多 不是三四点就起来一次 然后再继续 好了 那就明天见吧 Bye 我们怎么吃起来 对 超好吃 拿纸包就好了 拿纸包就好了 我头发酸鸡八糟的 好啦来到我们的第一站 好冷好了 今天去了 我们到了一个书店 去卖这种衣服书的 然后叫Dashbook 我们现在在找路 OK After Tacos 我们来到了另外一家店 然后这家 更多都是卖一些书店 嗨 嗨 有一只小猫咪 跳 跳 好啦 买了几本书书 等下回家开箱给你们看 感觉来到纽约就是吃吃吃 本来也不想要来吃的 但这几天实在是天天吃早 就酒店的早餐 Branch 那Omelet 吃吐了 然后今天实在不行 赶紧临时订了一个火 我点的这个是番茄锅 然后妈妈吃的这个是猪骨 猪骨 谁也不想要来吃人 动人 轻大 还给你们看 你 在我感谢